大家好,我是飞飞 我之前出了一篇文章 就是有關於This is Marketing的那本書 有些做自媒體創業或公司老闆 有自己的產品要推銷的朋友 他們就電郵我,說可以多說一點嗎? 當然可以 上一集的文章,我們就說了產品的用途理論 如何由用家的角度出發去推銷我們的產品 才可以獲得一個更加有效的成果 如果未聽的話,可以先看上一集 今天會分享多幾個思維 以及一些實際市場有用的方法 如何更加有效地推銷你的產品 又或者你的服務 好,事不宜遲,我們立即開始了 首先想介紹一個概念給大家 就是The Lock and the Key 什麼意思呢? 假設如果你現在做自媒體創業 你有一個課程可能要推出 又或者你有一個產品 又或者服務要推出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是先找到你想要服務的一群客戶 你先去推出你的產品 還是你已經放了產品出來 誰覺得對就用 這個是一個先後次序的問題 就是你正確的次序應該是 你已經有一個鎖 即是你一個鎖了 你找到一個問題 那你先做一條鎖匙 一個解決的方法 去開鎖的嘛,是不是? 而不是說你憑空 弄了一條鎖匙出來 然後就去找誰的鎖匙 誰的鎖匙就自己買我的產品 即是鎖匙就是產品 但是你要找到一個鎖匙 你才是做一個鍵的 你不是有一個鍵 然後再去隨便看看誰的鎖匙是對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如果你連你想服務誰都未知道的話 其實你是很難這麼急去做一個產品出來的 譬如說,我知道我的訂閱者裏面 譬如你是做一些寫程式的 寫一個program出來的 那你是應該找到一個問題 你先寫一個程式去解決這個問題的,是不是? 而不是說你憑空寫了一個程式出來 然後你哪個客人適合就拿去用 即是不是這樣的嘛 這個希望大家搞清楚了 而引伸到下一個問題就是 喂,伯伯,那我怎樣去找 我應該要服務哪些人呢? 怎樣去找那一群人出來呢? 其實如果你看很多marketing的書的話 他都會提到一個觀點 亦都是我們現在就算是真的做marketing的人 都會去用到的一個概念就是 你先專注在一個最小的可行的市場 除非這件事是你的興趣 如果不是的話 你真的當是一個business這樣去run的時候 你是一定要找最精準的那一小撮人 是什麼人? 我之前也舉過這個例子 就是譬如Amazon 他一開始是只賣書的 他不是好像現在這樣,什麼都賣的 他是在賣書的這個方面成功了之後 打響了名堂之後 他才再逐漸去擴展他的business 去買其他東西的 很多人一開始去創業 就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我想serve全部的人 Everyone 但是問題就是如果你想serve全部人 你是和全部人說話的話 那就是you are talking to no one 就是沒有人是你的TA 沒有人是你的target audience 而這個最小的市場 有多少人才足夠呢? 有多少的loyal customer才足夠呢? 答案就是1000個 其實你計算一條數都知道 你早期的目標就是要儲1000個 你的diehard fans 而你的diehard fans的意思就是 無論你出任何的產品 他們都是會買的 就像你追星一樣 你會儲齊這個人的所有東西 這樣稱之為你的loyal customer 稱之為你的diehard fans 而怎樣去獲得這首1000個diehard fans 就是你要去決定 究竟你最小的市場是些什麼 你只是serve那幫人 不需要去滿足全部的人 那如果你是做了一個youtube channel的話 如果你是想monetize你的channel的話 你的前提就是要獲得1000個subscriber 和4000個觀看的時數 那怎樣知道你自己 是不是是一個很精準的positioning呢? 就是你看一下你subscriber grow的數量 和你的view duration的數量 其實是不是差很遠 你只是說 譬如突然間subscriber一下已經過了1000 但是你的view的時數 就不是很多 即是有排都未去到4000 那換句話說 你就是target no one 就是沒有人 是你的diehard fans 但是相反 如果你可能未pass 1000個subscriber 但是你觀看的時數 是非常之長 甚至去到一個地步 你觀看的時數的進展 是快過你grow的subscriber的話 那換句話說 大家都想像到 就是雖然你的subscriber不多 但是呢 他們全部都是你的returning viewers 大家可以在你youtube的後台看看 如果甚至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的returning viewers 是多過你的new viewers的話呢 那你現在target的客戶 真是非常非常非常精準 還有你是朝著一個 正確的方向去發展 但是如果你的returning viewers 是跌著 但是你的new viewers 是升著的話呢 那這個分差 就是我們要值得留意的地方 就是 是不是你的direction 在轉變著呢 又或者是會不會你不知道自己 想target那1000個人 是甚麼人呢 OK 回回頭 抱歉 如果你不是做自媒體創業的話 OK 回回頭 如果你已經決定了 那1000個人是一些甚麼的人 再加上你已經有一個產品 有一個服務 是可以提供到價值給那1000個人 是可以幫助到他們生活 有一個提升的時候呢 那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我叫你站在這1000個人的角度裏面 如果有一天 沒有了你的產品 他們會不會掛著這件事呢 他們會不會錯過這件事呢 如果這件事對他們是可有可無的話 那你可能要回頭想一下 其實你的產品 是不是有必要存在呢 那如果他們都不會很掛著 不會錯過這件事的話 那其實可能你要take a step back 就是 其實這個產品的價值 是不是真的那麼大呢 是不是真的那麼需要呢 又或者是你有沒有 Demodify的地方呢 你在搞這個產品之前 究竟你有沒有真的看過 他們的ping point是甚麼 他們的痛點是甚麼 問題是否真的存在呢 如果這個問題根本就不存在的話 那你正在提供甚麼的解決呢 所以啦 問自己一個問題 如果有一天 你做的產品 不存在在這個世界 不存在在這個市場的話 究竟有哪一個人 會掛著你這個產品呢 好 再來一個問題 就是你覺得你的產品 可不可以呢 create到一個 tension 令到呢 你的customer 是有一個動力 就是他覺得 是一個有一個必要性 有一個urgent的感覺 是要現在就要買了 又或者是令到他們覺得 我有需要 我要take這個action 我要買這個產品的 就是譬如呢 我們大家都看過 那些甚麼東話籌款那些呢 買很多那些甚麼甚麼總理 不是捐錢的 為甚麼通常這些籌款呢 其實你不用很努力去sell他們的 但他們呢 都會自動去捐錢出來的 為甚麼呢 就是書裡面其中一個概念就是 people like us do things like this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有錢人的話 你去這些社交的場合 你帶著你的老婆 你的伴侶去這些場合 別人這個社會地位 別人就捐這麼多錢了 那你捐多少錢呢 加上你老婆又在那裡 別人那些有錢人 你的朋友又在同一個場合 別人的老婆子女也在那裡 你會不會這麼沒面子 去捐很少錢呢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張力 就是你不捐不行的 你不買這個產品不行的 那我不說有錢人的社會了 我套用在現實世界就是 譬如你那些人追MIRROR 那為甚麼有這個張力呢 就是個個是他的粉絲都會買這個產品 都會買這個CD的 都會去M記換那些不知道甚麼公仔 那我作為他們的粉絲 我怎可以不買呢 People like us do things like this 那但是前提就是 你要令他們覺得 You are in the club 你是我們的一份子來的 那所以其他人都買的時候 你就要買咯 不然你就 left behind 你就跟不上我們這班人的步伐的了 又或者是再舉一個近一點的例子就是 就是之前我們還戴口罩的時候 有那麼多的口罩牌子 全部都是好像很多顏色啊 很漂亮啊 很時尚啊 你口罩變成是一個襯衣的玩意的時候呢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有個牌子Mask on 不是很流行的 那戴Mask on就是很潮咯 很型咯 顏色很漂亮咯 那她的品牌 她的位置是這樣的 而她的產品也做得漂亮咯 所以她是賣得貴些 但是她當時也賣得出的 就是你整三個幾四個幾一個口罩 很貴的咯 因為那時候已經很多口罩了 但是她也賣得出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那些潮人 就是覺得 People like us do things like this 所以有時候價錢便宜 是不是一個最大的因素呢 其實又不是的 只要你create了一個風氣 而令到某一小撮的人 覺得他們要加入這個Club 這個風氣 他們覺得自己是一個這樣的人的話呢 而當這個Club的人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都會feel like 他自己都要做回一樣的事咯 要不然呢 你就會left behind 就是你跟不上我們的步伐 那你就不是在Club那裡 你已經out了 那這個是不是他們想要的呢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有一個急切性就是 他們覺得 噢 我要take action了 要不然呢 我就不可以在這個Club裡面了 我就不可以再說自己是潮人了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tension 你要create到這個張力 去令到別人覺得有需要 現在就要take action 去買你的產品了 今天就分享了幾個概念 就是the lock and the key 分清楚一個先後次序 千萬不要弄一條鎖匙 然後才找個lock 另外就是你要決定一個最小最小最小的市場 你要serve的是哪一千個人呢 這一千個人有什麼特質呢 再來就是怎樣去營造一個tension 一個journey 去令到在這個Club的人覺得 people like us do things like this 那當然啦 還有很多其他的marketing技巧 那一條片實在是說不完的 那同樣啦 如果你們還有興趣想再聽多些的話 繼續留言啦 又或者是inbox我啦 什麼都好 Email也好 那我可以在接下來的片段 再講多些少的 今天講到這裡 我是BiaBia 下次再聊 拜拜